本节目由天成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各位你好 我是方华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太阳中国人是来自中国福建的薛志老师 现在您看到了薛志老师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到了他怎么接触到了威雕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这里摆的东西就是薛志老师的作品 薛老师你好 您在上次说了你说你是看到了一个杂志上介绍一个微雕 所以你就对这个发生了兴趣 你在之前是从来不了解的 之前对于淡雕完全听都没听说过 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太太这些字是太太写的 对对对就是说他是有跟老师学书法钻刻 对对对 所以他在家里就有这个工具 那工具有时候我呢是钻刻的工具 钻刻的工具刀石头 对然后我没事我就在那玩 玩了那钻刻我是因为你要写撰字 撰书 对那钻书就要去认那些钻书去学这个字 对那当时呢我呢就把这个拿来 然后呢去找找一个戏的那个那个针啊 然后呢就在那个石头上刻那个字 哦 刻那个字就是我们的行书凯书啊 对对对对 那刻呢就是后来那个时候在福建 因为福建有一种特殊的石头 叫瘦山石 对作为印章特别好的瘦山石 很有名的对那当时就有人在上面做那个微刻 嗯 微刻呢我也我然后呢我就开始练 那练呢就是说大概在一平方厘米的地方呢 我最多呢可以刻到四百个字 一平方 就指甲盖 指甲盖那么大小的地方 刻到四百个字 四百个字 那是用显微镜来刻 不用就是不是刻的时候是不用的 哦 刻的时候凭感觉意念哦 然后呢你要在那里你眼睛只能看着一个白粉 这样的刻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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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你擦掉以后 再上看颜色你在显微镜底下你能够认出那些字来 哇 感觉是不开可能的呀 对但是现在呢这个这个功夫呢不是不是最高级的 这是一般的功夫 哦 那实际上呢有很多人呢可以刻在大概两三平方厘米的地方 他把红楼梦的诗词全部都刻进去 哇 嗯 还有毛泽东的诗词从头到尾刻进去 大概万把字 哦 啊万把字 哦 所以呢到了新西兰以后就是第一集里面讲过97年 然后呢在这个图书馆看到一个弹雕的这个作品 对 那看到这个弹雕作品我就觉得说这个我要试一试 试一试 但是在新西兰这里呢又碰到什么问题呢 除了鸡蛋你啥蛋也找不着眼 只有鸡蛋壳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正好97年我还在上学 然后呢就就拿来就拿那个什么刻呢美工刀 刀片 对 然后呢就慢慢挖慢慢挖 那一个作品刻出来呢很粗糙 但是呢可能要用你五六天时间 后来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个金尼斯记录 所以呢我就到超市里去找那个这个超大的鸡蛋 那个时候它有那种out of size 对 就是这个不规则的不是六号五号七号蛋 对 不规则的那个有大有小的 然后我就让它去挑挑了个最大的蛋 然后呢拿回来花了半个月时间 然后呢就一点扣一点扣一点扣 我就扣出了三百 三百七十一个三角形的孔 你把里面的那个蛋黄和蛋清怎么办呢 蛋黄蛋清我要先取出来 先怎么取呢 先做一个小小的洞 对做一个小小的洞 取出来还能吃吗 能吃能吃 都不浪费啊 对这个不会浪费 先取出来 然后呢先取出来你可以用针筒 原来呢是用针筒锡 那针筒锡呢 它那个蛋黄蛋黄里面 这个鸡蛋里面还有很有学问的 对 鸡蛋呢它那个蛋黄蛋白 然后呢这个蛋黄蛋白之间它有季带 有有有个丝连着 对是的 然后呢它可以悬在那里的 那悬在那里你如果抽的话呢 这些东西会堵的 还有那些膜 鸡蛋里面的膜呢 它不是单层的膜呢 它是两层的 对 一层是在蛋壳外面 另外一层是包着那个蛋的 所以它们两层之间它有气死的 有气死的 所以它有有空气的 对 然后这个蛋壳 我就先把它拿那个那个东西呢 慢慢慢慢挖挖挖挖个洞 挖个洞 挖个洞 然后呢把这个蛋先取出来 对取出来以后 然后呢就开始挖这个孔 挖了371个孔 破那个记录以后呢 我想说我要去找哪里 然后呢到处找到图书馆去找新西兰的记录 是AIT 那现在叫AUT 就现在变大学了 那以前呢是理工学院的时候 然后我打电话去问 他说已经没有出了 只出一本 然后我说那个世界记录后来呢有网络了以后呢我就发那个E-mail去问那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我说我做了这个东西能够申请什么记录吗 他说不行现在已经人家磕了一万多个了 好几千个了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与时俱进嘛 人家你不进步别人进步嘛 对那后来呢这个蛋呢不小心被我那个小女儿刚生出来小小的时候呢啪一碰 然后呢破掉那破的那个蛋还在 我没舍得扔 哈哈哈哈那也是记录那也是记录 对那这个东西反正就是玩嘛 对那这个那个时候呢是用这个美工刀课 课完一段时间后来呢这个99年以后啊找到工作了 嗯嗯那就上班了那上班的一天呢 这个开车上班回来 然后呢基本上就没什么时间住 就停了一段时间啊停了一段时间 那在这个11年嘛11年前就是11年那个时候 新西兰不是有一个那个橄榄球的世界杯吗 嗯嗯对在那个前面大概10年10年左右 然后我们去这个旅游旅游完回来 然后呢太太看那个电视 中央四套的电视 然后呢他又在播说有人在这个中国做这个弹雕啊做的很多啊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他他又来又来鼓动我 然后呢我看他那个工具哎他开始用电动工具 然后我到处去买这个电动工具 我你一说工具我就想到了牙科医生的工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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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医生的工具 但工具有很多种有的很高很高达呢 对好几千块钱呢对对对 然后呢牙科医生砖牙齿那个工具呢 那个是非常高级的嗯他是要用那个那个高压气体来来来来驱动的对对对对那那个东西我没有用我是用牙科医生这个 那个实验室里面做牙膜的哈哈哈哈那个工具便宜啊 一百纽西兰Dollar这个大概五六百能民币啊哈那就可以了那个对我来讲已经足够好了嗯可以做足够精细了对对对可以做足够精细 然后呢那样子呢我就在一个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蛋呢又不像又不像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蛋后来我我磕蛋雕以后啊对很多人就给我送了 啊哈那我现在收集的蛋呢小的这里面这个小的像是小麻雀的蛋 鹦鹉蛋鹦鹉蛋哎鹦鹉蛋是我女儿养鹦鹉然后呢他下的蛋下的蛋他孵不出孩子的孵不出鹦鹉的那个蛋然后呢我就拿来拿来嗑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小的大概一厘米一厘米这个长度呢一厘米半啊哈哈哈哈那那个蛋呢跟纸一样比纸还薄还薄还薄所以呢要特别小心 这个蛋呢它本身呢就是蛋壳那我们要想刻这个蛋雕呢是要了解蛋壳嗯 蛋壳实际上呢它有一点像什么像我们现在3D打印3D打印一样它是织起来的嗯你仔细去看它它是一个网状的嗯那网状它好几层嗯好几层呢它中间有孔的所以它可以透气的对但透不过水嗯那这个蛋壳呢鸡蛋壳大概的厚度是0.3到0.4毫米嗯嗯 0.3到0.4毫米那那样子的厚度呢就是说你要刻的时候呢它很脆对但你要刻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角度要着对对你不能挑你稍微一挑它就破了嗯嗯那你只能够往从外往里钻它可以承受很大的力量 蛋壳这个它自身的承受量多少个G它可以到30个G这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宇航员你要能够承受9个G你就可以上上上天了蛋壳可以承受自身重量30个所以蛋壳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构嗯这自然自然它产生的这种这种这个结构它是你要想的真的人哪一个这个蛋壳你要想把它捏碎很难的 捏碎如果是均匀使劲捏碎几乎是不可能嗯你要想真的去捏碎的话实际上你的劲是不均匀的你才会把它捏碎嗯就说你大拇大拇指你可能特别使劲对你你给它按进去那把它弄碎这可能很多人没想过对嗯觉得说鸡蛋那么容易破呀哈哈哈鸡蛋鸡蛋那么容易破实际上鸡蛋的结构非常完美很好嗯你你你现在做做蛋雕之后你觉得你我我我我的感觉是你 你不光是蛋雕的一个专家了你还是一个化学专家了你还是个物理学专家了哈哈哈这个这个糖不上这个糖不上只是对这个东西的一种感受嗯那刻蛋雕这个让我感悟到一个道理嗯那这个道理呢就叫做这个呃肾中如死嗯做事情嗯你越做到后面的时候越容易坏 嗯嗯 vérchic探BC探你我们是在破坏这个结构一样我就在破坏这个结构对 那破坏这个结构实际上是两种力量的这个比较嘛看对那我又要破坏你 我又不能够让你这个塌塌嗯你这个结构不能塌塌所以呢我必须要用 我能够破坏到你的力量但是我又不能够这个毁灭你的这个结构嗯這種拿捏的 是很难的 当然你课第一个洞 就是说你拿个鸡蛋壳 你要拿个钻头 你要想钻一个洞 每个人都能钻 你使劲钻进去就是了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钻100个洞 你钻到99个可能都是成功的 最后一个的时候 越到后面越难 结果已经就破坏了 然后有时候我现在课弹 刚开始的时候就10个8个坏 现在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 为什么有体会了 体会就是说你要通过一种工艺 对吧 你要思考你的流程 就是说我这一刀是先刻这里 还是先刻那里 对于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无所谓的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有讲究的 你如果先刻了那里 你可能最后那一刀这里你刻不了 你没法没法没法进 所以做事情要越做越慢 越做越越要有耐心 这是我们跟我们平常人的这个习惯 是有一点不一样 你觉得你你的这个业余 就是你做蛋雕的这个 你觉得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让你 这个看事情的以平常性 看事情以平常性 为什么 你可能花了很多心血做一个 那做一个呢 我可能做一个以后 啪坏了 那你是心血付诸冬牛啊 对对不对 那付诸冬牛呢 这个东西你要赶紧要恢复过来啊 你才有下一个的成功啊 你如果恢复过来呢 你如果着急呢 你就一直失败 这个我跟你举个例子 原来呢 这个这里的一个电视台来采访我 对 那采访我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他电视台这个节目的那个logo啊 那因为他明天要来了 所以呢 我今天下班以后 我太太告诉我说 哎 他明天要来采访你 然后呢 要你做一个logo啊 那晚上呢 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呢 所以我就着急啊 因为你得要先画嘛 对 画完以后要刻嘛 对 那我着急啊 着急呢 刻一个坏了 哎呀 一看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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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小时 然后呢 抓紧又画一个 最后呢 他来以前没刻好 采访完他走了 我一下就刻好 压力没有了 对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种心态啊 这就是心态 就是来磨练你的这种这种心态 所以这个 你能够要做一件事情 你说没压力 没压力 我刻的时候 我也说没压力啊 但压力是无形的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结果 你是有压力的呀 对 这不是你说的 是你做的 嗯 对 那你做完出来以后呢 你会觉得说 哦 要对一件事情 看淡一点 成了就成了 不成就算了 不行 是你做的 有实力是有实力的 你做的 这个是特别的 嘲笑 对 不成功 所以 你做个是一切的 lat面 参与 哦 你做了 这么多 两分钟 帅 孔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